第二十六章 许七安 我又立功了你再耍本宫 韩冰一点点爬上陈贵妃的脸庞 他的表情 他的眼神 他的语气 都是冷冰冰的 你看 许七安耸耸肩 吃笑道 画大饼的人 不管说得怎么好听 只要一有切实的付出 立刻翻脸 还好你没答应 不然老子宁愿临安伤心 也要搞垮你 陈贵妃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放下茶杯时 脸色已经恢复如常 本宫最大的破绽就是狼儿 只要他不在了 那便是死无对证 而凤七宫这座高楼 转眼就要塌了 所谓良情择磨而期 许大人是聪明人 如何选择 你心里明白 许七安一脸赞同的点头 太子还是太子 而皇后即将意味 娘娘又承诺 把临安下嫁于我 所以 我选卫公 陈贵妃脸色一致 握着茶盏的手微微发力 好半天才忍住把滚烫茶水 泼到这小子脸上 或者摔杯的冲动 这么说 许大人是准备把狼儿 从景秀宫带走 要置本宫于死地了 陈贵妃一双美眸 死死地盯着许七安 屋内的气氛降到冰点 无形的杀机 笼罩了许七安 练神经的许白嫖 没有捕捉到敌人出手的画面 但欺品舞者的本能 在向他灌输一个信号 危险 执意带走了二的话 那就是 要与陈贵妃玉食俱焚 这样一来 他势必狗急跳墙 不再顾忌这里是后宫 对我出手 我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 虽然有神书和尚在 但神书 是我最后底牌 许七安冷笑一声 挺直腰杆 眉眼间带着不屑 我许七安荡人 面对上万叛军 孤身奋战 斩敌数千人 死而不盗 娘娘觉得 区区危险 我会怕 臣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臣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臣贵妃眼里 有着明显的惊讶 缓缓点头 说得好 许大人确实是位豪杰 栽在你手里 贵妃娘娘 拽紧了手里的茶杯 似乎要摔杯为号 突然 许七安大声说 但我对林安一片赤诚 不愿看她伤心 今日之事 我可以当作没有发声 就算要揭发贵妃 我也得能走出锦绣宫啊 许七安遗憾地想 陈贵妃盯着她看了片刻 放下茶盏 满一点头 你没说谎 看来 你对林安确实是真心 既然如此 许大人为何不愿投靠 你当我是傻子吗 投靠你我就死定了 京城里我能依靠的只有魏冤 怀情都只能算半个 至于林安 她一个没权没势的公主 根本护不住我 娘娘 仰视不是空口许诺 而是靠实际行动 卑职效忠魏公 是因为魏公已承代我 我信任她 说完 许七安侧过身 看了一眼院外的小公公 说道 卑职是对娘娘无可奈何 只是 我寻思着 娘娘也不能对我如何 一旦没有了御时俱焚的想法 那么陈贵妃不可能再为难她 小公公虽然是个喽啰 可她现在是远景帝的眼睛 可以视作监控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会一字不漏地传达给远景帝 陈贵妃除非直接杀她 不然 任何阴谋诡计栽赃陷害都没用 小公公可以为许七安作证 这便是许七安 执意要留下小公公的原因 陈贵妃深深看她一眼 美谋为何 本宫乏了 你退下吧 锦绣公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卑职告退 许七安拱手作医 退出了屋子 院子里的小公公见她出来 立刻迎了上来 问道 许大人 贵妃娘娘与您说了什么 别问 问就人头不保 许七安美好气道 小公公脸色微变 走到外院 林安坐在凉亭里 一手脱腮 一手把玩茶盏 百无聊赖 身边有两名宫女势力 见到许七安 她圆润的脸蛋绽放笑颜 眉眼弯弯 桃花眸子灵动起来 招招手 娇声道 狗奴才 快过来 狗奴才喊得一点气势都没有 听着就像撒娇 嗲嗲的 许七安深吸一口气 压住翻涌的情绪 若无其事地笑起来 殿下 杯子出来了 林安立刻问道 母妃与你说了什么 娘娘说 殿下快到出格的年纪了 问杯子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给她推荐几位少年英才 她好帮殿下物色未来夫婿 林安愣了一下 红霞悄悄爬上脸蛋 胡一道 母妃会与你说这些 咦 你怎么不上套 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了 我接下来还想毛遂自荐 许七安只好无奈地说 杯子开玩笑的 表表柳梅倒树 狗奴才 你敢调戏本宫 掐着腰瞪她 杯子还是个孩子 不懂什么是调戏 表表呸了一声 又觉得许七安说话很有意思 咯咯咯地笑起来 像一只小母鸡 她笑容既纯真又妩媚 宛如一道靓丽的风景 许七安跟着笑 心里则叹息一声 先前 她的想法是 假装不知道 先离开锦绣宫 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卫冤 让卫冤火速捉拿狼儿 打陈贵妃一个措手不及 但因为林安的关系 她难免犹豫了一下 虽然冷静下来后 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揭发陈贵妃 不料陈贵妃段位也不低 可以预料 她前脚刚走 狼儿后脚就会因病去世 如此一来 陈贵妃将再无破绽 陈贵妃算是一个合格的后妃 林安这么蠢的女孩 生长在宫墙内院 也不知是服侍活 回想起陈贵妃刚才的操作 确实机敏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照她过去试探一番 结果还真被她发现端倪 后续那番坦诚不公的话 看似掏心掏肺 实则有恃无恐 因为她知道 只要解决掉狼儿 她就没有破绽 而许其安根本带不走狼儿 除非不想活了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干脆就大方一点说出来 还可以博取我的信任 然后抛出漂亮闺女当诱儿 如果我是个好色之徒 当时可能就上钩了 我有神书和尚罩着 未必会当场去世 可也暴露了自身 远景帝这狗东西 肯定会把我封印在桑坡 结局还是没变 玉石俱焚 除了锦绣宫 许其安推说 还有药物处理 谢绝了表表下 吴子齐的邀请 小公公 宫里的事 我已经处理完了 晚些时候 你向陛下汇报时 有些话能说 有些不能说 本官在这里提点你几句 许其安沉声道 小宦官文言 摆出严肃的姿态 许大人请说 锦绣宫的事 你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皇上 你得这么说 问询过锦绣宫宫女郎儿之后 许大人脸色极为难看 似乎不想再逗留下去 连茶都没喝 可许大人还没离开锦绣宫 忽然被贵妃娘娘留了下来 并请去后院 贵妃娘娘秉退所有人 在屋里与许大人 说了好一会的话 奴才被留在院中不得进入 虽能看见二人在屋中 却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谈话完毕 许大人心事重重地出宫了 许七安说完 从怀里摸出五两银票 以及锦绣宫守门宦官那里 额来的五两 总计十两 不带烟火器地递到小公公手里 小公公一边敞开怀 一边摆手 许大人 使不得使不得 收好银子 他仔细回味一遍许七安的话 自觉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才点头 好 奴才一定照办 许七安当即离开皇宫 从羽灵卫手里牵来的怀庆 借他的骏马 快马加鞭赶回打耕人衙门 经守卫通船后 他进了好气楼 来到七楼会客的茶室 卫冤没在茶室 而是在与茶室相连的瞭望台 他坐在大椅上 披散着头发 一位黑衣立员握着梳子 正给他梳头 卫冤招了招手 过来给本座梳头 黑衣立员拾去地 把梳子递给许七安 转身离开茶室 卫公怎么在这个时候梳头 许七安握着梳头 从头往下 没有打结 一梳到底 卫冤中寓意着烦恼丝 卫冤沐浴在阳光中 眯着眼 声音温和 书一书头 前程往事 就一笔勾销了 什么意思 今天的卫冤有点奇怪啊 什么叫前程往事 一笔勾销 书头没什么意思 卑职给卫公安按头吧 许七安说道 卫冤笑了笑 试试 许七安把书子揣怀里 五指张开 按住卫冤的头 轻柔地按捏穴位 卫冤的呼吸声渐渐变缓 温暖的阳光 洒在两人身上 此处登高望远 景色优美 许七安眯着眼眺望 感觉自己回到了人世间 远离了公院里的勾心斗角 还不错 卫冤笑道 肯定啊 这可是理发店的神迹 回头给你做一张洗发椅 许七安咳嗽一声 道 卑职有事禀报 说 卑职已经查出 幕后之人是谁了 卫冤睁开眼睛 许久未曾说话 是陈贵妃 许七安低声道 今日去锦绣宫查案 发现他身边的 宫女狼儿就是撕毁 御药房厕子之人 当下把自己的发现 陈贵妃的招揽 一五一十地告诉卫冤 卫冤拍了拍他的手 示意他停下 起身走到瞭望台边缘 双手按在护栏 望着远处 你觉得陈贵妃背后的势力是谁 我怎么知道 许七安摇头 可能与四天剑有关 这是他从望气数的存在推敲出来的 不是四天剑 卫冤摇摇头 语气笃定 不是四天剑 许七安过了几秒 才反应过来 乐然道 卫公 你知道是陈贵妃在算计皇后和你 起前没想到 他倒是狠心 竟把太子拉下水 这个案子交由你之后 我就没继续关注 直到今早知晓皇后认罪 听你说完案件始末 我便猜出是陈贵妃了 许七安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以前他觉得 卫冤和金莲道长一样 都是老银币 现在发觉 金莲道长还是蛮纯良的 没有卫冤这么深沉 不是四天剑 那陈贵妃怎么会施掌望气数 除了四天剑还有谁会忘记数 许七安心里一动 卫公 我想起了一件事 云州案里出现的三品术师 卫冤反问 卫公智慧过人 许七安服了 这个人我也查过 但没查出来 你知道四天剑的三品术师叫什么吗 卫冤问道 天机师 许七安听逼王说过 天机师能屏蔽天机 将自身的存在 留下过的痕迹全部抹去 他的父母会遗忘他 妻子儿女会遗忘他 他留下的所有文字记载也会消失 这就是天机师 除此之外 天机师还能篡改别人对他的印象 于心中留下模糊的记忆 却怎么都无法彻底回忆起来 卫冤放眼眺望 桑博案时 你曾经查过初代监政的信息 但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 直言片语都没有 要知道 五宗皇帝能更改历史 但堵不住后人的嘴 更堵不住野史 是监政抹去了那位初代监政的所有信息 他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即使是我 也常常会误以为 监政就是斯天剑的创立者 术士体系开创者 随后会因为历史空缺带来的割裂 恍然间响起 还有一位初代监政 这还怎么查 许七安惊呆了 他再次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顶层强者 是那么的可怕 想要查 就得靠监政 卫冤说 有道理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卫爸爸的思路没有错 许七安暗暗点头 但监政拒绝了 卫冤叹息 这真是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斯天剑存在着很多秘密 监政就像个手蜜的老头 许七安抿了名嘴 好奇的语气问 卫冤可知数是一品 和二品叫什么 卫冤摇摇头 我与监政一直不对付 大风就像一盘棋 他是下棋的人 我也是下棋的人 我们常常因思路不同产生矛盾 这是卫冤第一次 与许七安说起这么高端的内容 或许在卫冤心里 监政才是他最大的政敌 许七安是探到 卫冤准备怎么救皇后 把国舅推出去顶罪 成与不成 还有待思量 陛下喜欢制衡 也会想到废了皇后 太子就没有敌手了 只是 陛下想起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未必有那么冷静的头脑 除非能让他怀疑陈贵妃 皇后心还是太软了 走这一步时 竟没有提前与我商议 卫冤声音里透着无奈 卫冤你的前台词是 皇后 你特么就是个猪队友 许七安眼睛一亮 知道自己出宫前的铺垫没有白费 或者 可能立功了 卫冤 卫职有罪 刚才自作主张了 卫冤回过头来 皱了皱眉 何事 第27章 问询卫职出宫前 多此一举地做了些事 我让陛下派来监督的小公公 许七安把自己交给小宦官的文案 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卫冤听 见卫冤陷入沉思 许七安连忙说 卫职未经允许 自作主张 请卫公分析一二 文言 卫冤露出了笑容 汉首道 虽是自作主张 但做得不错 陛下多疑 卫冤入他耳中 会让他对陈贵妃心生一动 从而重心思索整个扶费案 考虑多方的利弊得失 以及他一直苦苦维持的平衡 许七安仍旧不满意 不太自信地语气说道 会不会被陛下看出来 或者 那位小公公与陛下坦白收我银子 带我传话 你那番话没有纰漏 都是切实发生的事 委员笑道 至于后一个问题 与陛下坦白 只会暴露自己收受贿赂 有过无功 谁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能在陛下寝宫里当差的 不说多聪明 至少不会太笨 嘿嘿 这些我都知道 许七安探服的语气 卫公绝顶聪明 卑职佩服 卫冤深深看他一眼 摇头失笑 接着 他心情颇为轻松地返回茶室 亲自倒了两杯茶 说道 你已踏入炼神镜 不要停止锤炼元神 一直到精外骑学发胀 你就可以提前锤炼体魄了 精外骑学 哦 太阳学 许七安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精外骑学指的就是太阳学 这个世界没有太阳学这个说法 精外骑学 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许七安自己也不喜欢太阳学这个称呼 因为总觉得这是个动词 听到这个话题 许七安就知道自己刚才的操作 产生了良好的反馈 魏冤心情不错 打算犒劳他 这位有功之罗 那番看似请罪实则邀功的行为 魏冤一眼就能看破 但领导就是喜欢这样 把自己高高捧起来的下属 哪怕是智慧超群的魏冤 也不例外 许七安刚才如果说 魏工 我特么又立大功了 哈哈哈哈 得到的反馈 就会完全不同 没准魏冤还会批评几句 告诉他 借交借造 要有劲气 锤炼体魄 许七安反问 锤炼体魄 是炼精进时期的主要内容 无非就是有氧运动家 无氧运动 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每隔三天 要请大夫输精活血 缓解肌肉的劳损 再就是 要不停地吃大鱼大肉 以及一些温补的中药 许七安一年吃掉百两银子 差不多是二叔半年的收入 达到炼神进后 炼精进的那一套 肯定不管用了 许七安不知道该如何锤炼体魄 以前和你说过 武者体系不是一蹴而就 是前人不停地摸索 不停地完善 才有了如今的五夫酒品 魏冤喝着茶 弹心见浓 说道 最初的铜皮铁骨 是一磅一棍敲打出来的 就像铁匠的锤子 把一块铁胚断造成金铁 这个过程极为漫长 而且因为时常打击到要害部位 基础不够扎实的话 会死于非命 魏公 你说的打击到要害部位 是我理解中的那种吗 嗯 鸡飞蛋打 后来有人创造出了药语 以特殊的天才地宝为主料 把人质在大顶中烹煮 武者在顶中涂纳 对抗高温 吸收药力 以此成就铜皮铁骨镜 死亡率怎么样 许七安问道 危险同样很大 有时候煮着煮着 人就熟了 魏冤回答 许七安脑海里顿时浮现一个画面 她坐在大顶里 身边是滚烫废水 精通药里的楚彩薇 不停地往顶里添加佐料 茴香 豆角 桂皮 大葱 许凌英站在一旁 眼泪从嘴角流出来 还有更安全的方式吗 她悄悄咽着唾沫 随着一代代天才的诞生 终于有人创出了第一套 以炼气为机 萃体为腐的修行法门 这种法门的核心 是以特殊的刑气方式 从那儿外的淬炼身体 再配合敲打或烹煮 危险性将大大降低 魏冤展开一张宣纸 提笔写了混员工三个字 道 打更人衙门最顶尖的法门 叫混员工 每一位金螺用的 都是这部法门 哼 丢到江湖上 会引来腥风血雨 许七安再一次意识到 投靠魏冤 成为打更人的好处 这里有最顶尖的功法 有最奢侈的资源 江湖散人们 渴望而不可及的资源 对许七安而言 确实唾手可得 包括那篇观想图 同样是极品货 他能这么快踏入练神境 固然是自身天赋惊人 但也和魏冤给予的资源 脱不开关系 五福体系 真是个苦力职业啊 用现代知识解析 九品练精境 又较搬砖镜 八品试练气功搬砖 七品是爆肝熬夜搬砖 六品更绝了 直接胸口碎大石模式 许七安叹了口气 问道 魏工 有没有不用烹煮 不用棍棒敲打 就能修成铜皮铁骨的 刑气法门 有 魏冤的回答 出乎许七安的预料 他先是一喜 随后试探道 在梦里 魏冤看着他 默然几秒 温和道 佛门有类似的法门 有人说 舞者的铜皮铁骨镜 是根据佛门的 金刚镜演化而来 也有人说 是佛陀参考了五福体系 于佛门体系中 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叫做五僧 也就是说 五僧体系 拥有一套不用烹煮 就能修成铜皮铁骨的法门 这个好吧 回头套路一波六号 从他手里白嫖过来 许七安脸上 不自觉地露出了 纯真的笑容 皇帝请宫 远景地盘坐在他上 闭目吐纳 床脚稍着一柱檀香 清烟纤细笔直 老太监视力在一侧 低眉顺眼 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动静 这时 脚步声从外头传来 一名小宦官 停在寝宫外 看了一眼 溅入家境的远景地 老太监小步挪到门口 压低声音 合适 干爹 到手派领保官的道士 来请陛下 宦官小声说道 老太监明显一愣 掐指算了算时间 心说日子没错了 每个月的这几天 都是国师身子不变 闭关休养的时候 就连陛下都不能打扰 只能在自己的寝宫里吐纳 知道了 退下吧 打发走小宦官 老太监缓步 回来踏边 低声道 陛下 远景地睁开眼睛 老太监说道 国师派人来请 邀陛下过去误导 远景地微微愕然 紧接着 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 绽放光明 前所未有的明亮 百嫁 速去 国师每个月都会遭受夜火灼身 七情六欲翻涌不息 所以这几天 国师会选择闭关 任何人不得进去领保官 但远景地知道 如果有朝一日 国师同意与自己双休 那绝对是这几天 远景地等这一天很久了 他现在虽然无法再生 体魄强健 宛如壮年 但依旧不能长生久世 如果想更进一步 就只有与国师双休 攫取他的灵运 如此才能万岁万岁万万岁 成为大奉永远的皇帝 离开寝宫 登上龙面 远景地一路催促 不多时抵达了领保官 可当他见到女子国师时 失望地发现 他真的只是 邀请自己过来打坐图纳 就如以往做功课一般 眉间点着一粒朱砂 眉目如画的女子国师 盘坐在蒲团上 声音柔媚 陛下请坐 他的乌黑亮丽的青丝 用莲花关束着 凸显出美艳绝伦的白皙脸蛋 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并法垂下 远景地不甘心 沉声道 国师既不愿与阵双休 何必在此刻腰阵前来 洛玉恒闭着眼 淡淡道 本月不受夜火灼身 凭道答应 传授陛下长生之术 自当谨记诺言 不敢有一日懈怠 远景地默然片刻 在属于他的蒲团座下 没有立刻闭目吐纳 说道 国师回春丹的药材已经准备完毕 明日朕就派人送来领保关 洛玉恒睁开眸子 端向着远景地 忽而叹息 陛下乌发再生 土纳修到多年 早已百病不清 不必再练四季神丹 远景地不理会 闭上眼睛土纳 远景地一年四季 要练四卢大丹 分别于春分 夏至 秋分 冬至四个节气中承丹 每一卢大丹都价值连城 抵得上一个郡县三年的税收 还得是富裕的地区 除了四卢大丹外 还有三十六卢小丹 好音之巨 骇人听闻 这些银两 不从户部金库挪用 都是远景地 自己的小金库里之初 至于远景地 小金库的银两怎么来的 满朝文武人人皆知 却又心照不宣 与国师悟到结束 已是日落黄昏 远景地心情不佳 回了寝宫后 便沉默寡言 想起伏飞案还没结束 语气不耐道 大半 居然内阁拟止 伏飞案一拖再拖 而今已经过一旬 责令三四两日内 给出结果 给出的是 皇后是否有罪的结果 是 陛下 老太监略做犹豫 低声道 今日那许其安又来皇宫了 远景地眉头一皱 他还来做什么 你明日派人去 打更人衙门收回金牌 皇后已经认罪 伏飞案差不多可以结案 那小铜锣 没必要再来皇宫了 老太监点点头 戏声说道 那今日 还要找奴才文化吗 远景地想了想 缓缓点头 轩 老太监退出寝宫 一刻钟不到 带着监督许其安的小宦官进来 小公公低着头 拱着腰 乖巧地站着 远景地坐在书桌后 居高临下地俯视小宦官 今日许其安来皇宫查了什么 第28章 光宗药祖今日 许大人代奴才问询 进出于药房的名单 小公公娓娓道来 按着名单逐步讲述 远景地默不作声 眸光沉沉 也不知道是认真听着 还是想到了别处 名单最后一位是锦绣宫 贵妃娘娘身边的大宫女 许大人带着奴才前去问话 吃了个闭门羹 听到这里 远景地凝固的毛子动了动 似乎被拉回了些许注意力 许大人无奈之下 便去了韶音宫 找林安殿下帮忙 小公公脑海里 浮出许其安交代的话 很自然地说道 问询过锦绣宫的狼儿之后 许大人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似乎不想再逗留下去 连茶都没喝 就带着奴才匆匆离开 可还没离开锦绣宫 那狼儿折返出来 说贵妃娘娘 邀请许大人进院一续 感谢她破了伏飞案 许大人原本不愿去见 但狼儿强行留了她一下 小宦官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而后 贵妃娘娘秉退了所有人 奴才也不能进屋 只能待在院子里候着 慢 远景地一双眼睛 彻底回复了灵动 他打断小宦官 盯着他 沉吟了有几秒 缓缓道 秉退所有人 回陛下 是的 他们在院里说了什么 小宦官说道 隔得太远 奴才听不清 只能远远看着许大人和贵妃 在屋里谈话 远景地右手抵住嘴唇 做沉思状 突然说道 你刚才说 许其安问寻过篮后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等小宦官回话 老太监脸色微变 训斥道 狗东西 平时怎么教你的 汇报的时候 千万不要夹杂主观情绪 不要想着误导陛下 要公正客观 远景地抬了抬手 打断发怒的老太监 见状 小公公有了些许底气 确实是很难看 远景地汉手 沉思片刻 道 许其安想走 但狼儿强行留了下来 是的 小宦官察觉到远景地的态度 出现了某种变化 小心翼翼道 许大人说 他是奉旨查案 职责所在 娘娘不用感谢 狼儿说 许大人若不去见娘娘 便走不出锦绣宫 听到这里 远景地眼中 仿佛有金光暴射而出 这一次 他思考了很久 寝宫里安静的可怕 一老一小两个宦官 平住呼吸 生怕惊扰到 深沉莫测的皇帝 终于 远景地缓缓开口 许其安离开时 情绪如何 这句话 许其安离开前有交代的 但小宦官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装模作样地想了想 这才说到 许大人心事重重地出宫去了 为了增加可信度 他补充道 以前离宫时 许大人都会与奴才唠嗑几句 眉飞色舞 但今日格外不同 半个字都未说 远景地挥挥手 退下吧 老太监立刻说 小宦官退出寝宫后 远景地一言不发地做了许久 说道 去 把锦绣宫的狼儿 给朕提过来 老宦官应了一声 徐徐退出寝宫 老太监带上一对侍卫 在夕阳的余晖里 穿过层层宫墙 抵达锦绣宫 守门的宦官远远地认出 是陛下身边的大伴 迎了上去 道 公公稍等 奴才去通报贵妃娘娘 咱家赶时间 老太监一巴掌把她扇开 带着侍卫进入院子 穿过前院 便听一阵阵哭声 从内院传来 老太监站在内院 高声道 贵妃娘娘 老奴求见 陈贵妃的屋里 走出来一位眼眶微红的宫女 细声细气道 娘娘请您进去 老太监随着宫女进了屋 看见陈贵妃坐在大椅上 手里捏着锦帕 时不时擦一下眼睛 满脸悲伤 娘娘这是怎么了 老太监身面一个下人 刚刚突发疾病 说没就没了 太医没就回来 陈贵妃悲伤道 这 老太监安慰道 娘娘节哀 那宫女叫什么 喇儿 老太监表情一致 大半来我锦绣宫 所为何事 陈贵妃柔声道 老太监扯起一个笑容 陛下派老奴来慰问娘娘 陛下知道这段日子 娘娘担惊受怕了 陈贵妃别过头去 哀声道 陛下连见一见臣妾 都做不到吗 老太监干笑几声 对于贵妃的抱怨 不做评价 他陪着贵妃闲聊了几句 随口道 那狼儿年岁不大吧 狼儿虽是锦绣宫的老人 但远景帝十几二十年 没灵性过后妃 老太监对这位 不幸早逝的贴身宫女 没什么印象 一个可怜的孩子 陈贵妃面露哀色 老太监顺势道 咱家去看看吧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内务总管 统领皇宫宫官和宫女 不过这层身份 是他作为远景帝的大半 自带的虚险 副总管才是真正的掌权人 毕竟内务总管事务繁忙 根本不可能时刻伺候 在皇帝身边 告别陈贵妃 老太监在宫女的带领 下进了南乡 见到了躺在床上 脸色惨白的狼儿 有请太医看过吗 回公公 看过了 太医说是脑症 无药可救 老太监盯着狼儿看了许久 吩咐道 人就交给咱家吧 他命令侍卫 带走了狼儿的尸体 匆匆回去复命 返回远景帝寝宫 老皇帝依旧端坐在 铺设明皇丝绸的大案之后 面无表情地望着大门方向 见到老太监跨过门槛进屋 他也没什么反应 陛下 狼儿死了 老太监低声道 很久很久之后 远景帝恩了一声 这位在权力之巅 俯瞰半个甲子的皇帝 无喜无悲 次日 远景帝又召开了朝会 文武百官在朦胧的天色中 井然有序地进入五门 一部分停留在金兰殿外的广场 一部分站在金兰殿外的汉白玉台阶 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进入大殿 这部分人 在说书人的口中 统一被称为 庙堂之上 滚滚诸功 群臣入殿后 远景帝晚了一刻钟 才从殿后走出来 坐在属于他的龙椅上 君臣正常作对之后 刑部尚书出列 朗声道 陛下 三法司已经核实完毕 皇后却为伏飞案的主谋 上官是德不配位 谋害后妃 构陷太子 请陛下言成 大理四卿当即上前复议 殿内 文臣武将 以及部分勋贵 纷纷复议 声浪连成一片 这意味着 他们昨天已经商议妥当 废后不比废太子 那是事关国本的大事 废后只是皇帝的家事 只要有理有据 证明皇后确实失德 而不是皇帝喜心厌旧 那么群臣们没理由 也没必要拦着 废后唯一关系的 就是四皇子的身份问题 要知道 四皇子是远景帝唯一的嫡子 很多人把宝压在他身上的 那部分没有负义的 就是四皇子一党 不等远景帝表态 委员出力了 殿内立刻安静了下来 陛下 伏妃案另有隐情 皇后并非主谋 真正的主谋是皇小柔 她害死了伏妃 又诶骗太子至清风殿 伪造出这桩案子 委员刚说完 职业喷子给侍中跳出来反驳 一派胡言 区区一个宫女 能做出这等惊天大案 再说 那皇小柔为何要构陷太子 委员 你把陛下当什么了 把庙堂诸公当什么了 说完 补充一句 请陛下斩了此聊 其余大臣纷纷呵斥委员 殿内一时操乱 老太坚守握鞭子 奋力一抽 地面发出啪一声脆响 他呵斥道 肃静 殿内这才安静下来 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 冷笑地看着委员 众官员同样看着委员 有冷笑有嘲讽 也有不解和无奈 后者来自四皇子一党 对于周遭的目光 给市中的叫骂 未冤一概不理 道 昨日 主办扶飞案的 铜罗许契安 查出黄小柔 曾怀过身孕 话没说完 殿内又想起了哗然 宫女黄小柔 怀过身孕 宫里除了侍卫 真正能让女人怀孕的 只有圆景帝 侍卫当然不可能 能指守后宫的 都是对皇室忠心耿耿 千挑百选的精锐 而且往往都是几人一对 相互监督 不存在于宫女偷情的可能性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一时间 庙堂诸公们看圆景帝的眼神 不由地就内涵起来 圆景帝威严的脸庞 面皮轻轻抽了一下 冷冰冰地看见 故意停顿不说的魏渊 沉声道 魏渊 说下去 魏渊缓缓缓道 经过追查后发现 致使黄小柔失身怀孕者 为当朝国舅上官名 接下来 魏渊给朝堂众臣讲了一个故事 经过她润色的故事 宫女黄小柔 遭国舅爷凌辱 不幸怀孕 事后偷偷流产 于是她怀恨在心 隐忍多年 终于酝酿出了一个阴谋 借着伏妃贴身宫女的便礼 她悄悄破坏 瞭望台的护栏 趁着伏妃醉酒之际 匡骗太子至清风殿 布下了十几年来 后宫最害人听闻的局 国舅听说了伏妃案后 发现黄小柔牵连起来 生怕自己的禽兽之行暴露 就求到了凤七宫 皇后这才知道 国舅竟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念及血肉之情 含泪为国舅承担下了罪过 最后 魏冤为案件做出总结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国舅已经认罪 陛下随时可以提审 荒谬 大理四卿冷哼一声 作意道 陛下 据微臣所知 黄小柔是被杀害 倘若一切都是她谋划 那杀人凶手呢 群臣纷纷附和 魏冤面不改色地解释 黄小柔还有同党 助她布局 以构陷太子之名 暗指皇后 听到这里 许多大臣心理一动 各自展开联想 如果没有国舅 玷污黄小柔这件事 任谁都会认为 皇后是因为证据确凿 这才认罪 可有了国舅的认罪书后 案件就峰回路转了 皇后是不是无辜 暂且不谈 国舅的认罪书 有了 事情就有扯皮的余地 四皇子党派一扫方材颓势 陆续站出来发言 表明立场 支持未冤 痛斥国舅 渐渐地 殿内只剩两个声音 太子党和四皇子党的唇枪舌战 四皇子党 以督察院又督御史为首 太子党 则是各个凌乱的小党派组成 大党派中 或许有暗中支持太子的 但绝不会在台面上跳出来 大王八永远藏在水底 一番激烈地扯皮后 魏渐朗声道 请陛下定夺 争吵声停止 群臣附和 请陛下定夺 魏渐的折子 早在昨日便递交到宫里 通常朝会议事 折子都会提前一天递进宫中 所以 国舅的认罪书 袁景帝早就已经看过 今日朝会议事 袁景帝如果想结束扶飞案 此时便能盖官论定 若不想 就会责令再查 见群臣停止争吵 袁景帝这才开口 缓缓道 上官名或乱后宫 叛斩立绝 皇后知情不报 与其同罪 但其念及血脉之情 情有可原 则令皇后闭门思过三月 群臣以为这就完了 结果 袁景帝顿了顿 继续说道 太子最久闯清风殿 不知检点 责令闭门思过半年 陈贵妃怂恿太子最久 以致酿成大祸 降为陈妃 殿内一片寂静 群臣们茫然四顾 想不通 为什么是案其中的皇后 思过三月 太子思过半年 而全程不相干的陈贵妃 从贵妃跌为陈妃 连降两极 莫非此案与陈贵妃有关 老油条们心想 这边朝会刚结束 没多久 老太监就分别去了 凤妻宫和锦绣宫传旨 皇后得知后 服案痛哭 陈贵妃则脸色僵硬地接了旨 等老太监一走 她便把桌上的摆设 连带圣旨 统统扫落在地 乒乒乓乓的声音里 陈贵妃高耸的胸脯 剧烈起伏 端庄的鹅蛋脸器的发青 她咬牙切齿地吐出 未冤 然后握住秀拳 一字一句道 许其安 这时候 她已经会过意来 陛下态度大变 绝对和昨日有关 昨日老太监 无缘无故过来 以慰问为由 这本没有问题 但联想到今日朝堂的变化 不难猜测其中玄机 陛下对她起疑了 而她只在许其安那里暴露过 由此推测 定是那个混账小子 暗中使了什么把戏 辛苦谋划一场 竟栽在一个小铜锣手中 几分钟后 乒乒乓乓的声音 再次从屋里传出 院子里的宫女 当差进入寒蝉 服飞案结束的第二天 新爱的小母马 这是一条命途多船的马 那天刚捡回一条小命 被主人赶跑后 他跑啊跑 跑啊跑 被寻成的御刀卫给遇见了 御刀卫一看马屯上的印记 心说 这不是我们的马吗 于是带回了卫营 这匹马确实是御刀卫专用的军马 二叔通过自己的关系 低价搞到手的 买来之后 没骑多少年 就送给侄儿骑了 随后 打个人衙门 通过当天直守该区域的御刀卫口中得知 确实捡到一匹马 顺藤摸瓜 找回了许契安心爱的小母马 这天早上 许契安陪着家人在厅里吃饭 小豆丁今天休目 不用上学堂的他 开心极了 早上吃得倍儿香 休目一天 跟捡刀宝似的 我这辈子都没生过像你这么蠢的女儿 婶婶嫌弃地说 你总共也只有两个女儿 徐二叔替幼女名不平 但不敢明着和婶婶斗嘴 只能暗暗抬杠 还有脸说 林英这么蠢 就是随了你的 果然 婶婶老调重谈 把许林英为什么不开窍的责任 推给二叔 可我就是不想读书嘛 许林英委屈地说 林英啊 你不是笨 别听你娘瞎说 许契安摸着她的脑袋 想起了上辈子老师教导的一个方法 以后你不想念书的时候 你就想象自己脑子里有两个人 啊 我脑子里有人啊 许林英大吃一惊 两只胖乎乎的手捂住脑袋 想象 大哥说的是想象 许契安深吸一口气 和颜月色道 一个小人不想读书 那么另一个小人就要说 我喜欢读书 我喜欢读书 长此以往 你就喜欢读书了 自我暗示 许青年微微汗手 评价道 效果不错 我以前挑灯苦读 实在困了 就会暗示自己不想睡觉 效果不错 婶婶一听 有自己亲儿子背书 顿时对折的方法产生期待 道 林英 你试试 傻乎乎的许林英 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缓缓点头 怎么样 婶婶连忙问 其实她最在意这个幼女 我脑子里的一个小人说 不想读书 不想读书 另一个小人说 好啊好啊 婶婶以手符合 也许她真的不适合读书 婶婶也别抢求了 许青安安慰道 后天就是春围了吧 二叔忽然说 嗯 许青年沉稳地点头 婶婶立刻给儿子 包了一支水煮蛋 说道 以咱们二郎的学识 考镜时不在话下 老爷 许家光宗药祖的时候到了 虽然许青安 现在备受未冤赏识 又和公主搭上线 但她终究是个武夫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时代 金榜提名 才是光宗药祖的事 对此 就算是偏向大哥的许凌月 也赞同母亲的看法 认为 许家想要光宗药祖 就看二哥春围中的发挥 二哥 咱们许家能不能 寄身师大富阶层 就看你的了 许凌月笑着给二郎夹菜 许青年高傲地 扬了扬下巴 气抖冷 到处充斥着对武夫的歧视 许青安心里叹口气 想起前日与魏冤的交谈 武夫体系一代代的完善和传承 才有了如今的酒品 但时至今日 武夫体系并没有走到头 超出品级的道路 尚未摸索出来 因此 武夫体系没有武神的存在 按理说不应该的 走武者体系的人最多 庞大的基数下 总会有天才踊跃出来 一代代积累下来 不可能出不了武神 算了 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 我这辈子能达到四品就开心了 吃完早饭 二叔抱着头盔 戴好佩刀 正要出门 等等 二叔 你是家里的长辈 今日得留在家中 许青安喊住他 许二叔茫然回头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婶婶摇头 许灵月和许青年 茫然地看着许青安 许青安则看着婶婶 抬起骄傲的下巴 今天不是什么节日 但却是许家光宗耀祖的日子 第二十九章 离开京城光宗耀祖 婶婶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心说 娘儿金榜提名 也得是个把月以后的事了 等侄儿露出臭屁表情 她才意识到侄儿在吹嘘 婶婶美眸一番 撇嘴道 呦呦呦呦 咱们大郎是 家光进绝了是吗 一开口就知道是老阴阳神了 我听街坊邻居说 只有读书人 才能位居庙堂 你呀 再怎么升官 也只是个打更人 虽然婶婶渐渐解开心结 不像以前那样怨念深重 但在侄儿和儿子 谁更有出息这个话题上 婶婶觉得自己是要坚守原则的 她不像丈夫许平志 儿子侄儿都是许家的仔 养在家里二十年 和亲儿子没啥区别 婶婶就看不惯许七安 耀武扬威的姿态 时不时地就在她面前嘚瑟一下 一点都不把她这个婶婶放心里尊重 所以 二郎一定要比大郎有出息 这样 婶婶在侄儿面前 才能支起腰来 婶婶不信 许七安斜言 我信啊 升官而已 婶婶满不在乎地说 前阵子许二叔也升官了 从外城调到内城 有了一片固定的巡逻区域 那片区域都是富户 他们为了家宅安宁 会花钱孝敬负周遭安全的御刀位 打好关系 所以 二叔最近私房钱特别多 被收缴了五十两银子 他仍有银子 可以去教方司耍 当然 许二叔其实从不主动去教方司 毕竟教方司的姑娘与婶婶差得太远 但凡在教方司过夜 都是因为同僚之间的应酬 反而是许大郎和许二郎 到了申公报的年纪 且未曾娶妻 才会主动去教方司排解压力 不是升官 是封诀 许七安沉声道 扑吃 婶婶被逗笑了 花枝乱颤 娇媚动人 嗨 别瞎说 许二叔摆摆手 没好气道 二叔 我当年在山海关陷阵杀敌 从南沙到北 从北沙到南 杀得浑身浴血 就这 距离封诀都还差一点 从南沙到北 从北沙到南 二叔 你胳膊不酸吗 许七安心里吐槽 许新年摇摇头 封诀事关重大 大奉最后一次封诀 还是二十年前的山海关战役 如今四海成平 哪来的战功给你封诀 封诀不一定要战功 许七安摸了摸小豆丁的脑瓜 对不对啊 灵音 小豆丁不理他 小嘴贴着碗盐 吃溜吃溜地喝着粥 行了行了 你几斤几粮沈 还不知道吗 沈沈吃笑一声 你今儿不休目的话 就赶紧去衙门吧 卯时都快过了 也别耽误你二叔硬帽 光要门没的事 大郎你就别操心了 今年春围之后 咱们许家就出一位近视了 到时候在家里摆宴 请族人过来吃一顿 春围还没开始呢 沈沈已经骄傲起来了 马德 这才是我要的开局啊 二叔是个偏心的 沈沈是个刻薄的 堂弟是读书人 但处处打压我 一个妹妹看不起我 另一个妹妹抢我吃的 然后战神归来 强势风诀 把书沈一家赶去住狗窝 许契安想着想着 觉得还蛮爽 许二叔重新抱起头盔 点点头 时候不早了 我得赶去应毛 风觉得是 他自动忽略了 全当做侄儿的玩笑话 许家要是能出一位薰贵 那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哪怕二郎金榜提名 近视极地 也不可能与大郎比肩 就在这时 许平志看见门房老张 步履匆匆地飞奔而来 那慌张的表情 好像后头有大虫追杀似的 老老老老爷 门房老张结结巴巴 激动道 有圣旨啊 圣什么 许平志没听清 圣旨啊 什么旨 许二郎没听清 圣旨 风觉的圣旨 许契安看了眼目光呆滞的婶婶 推着二叔往外走 陛下的圣旨来了 昨日扶飞案结束 魏冤就与他说过 内阁已经拟好风觉的圣旨 就定在今日 许平志从内院走到外院 就像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此刻的心情很复杂 忐忑 激动 犹豫 畏惧 类似的感觉 他经历过一次 那就是新婚之夜 远远的 看见一个穿蟒袍的太监站在院中 一列披甲侍卫分立两侧 那位太监 手里握着一卷 绣着五爪金龙的黄绸圣旨 砰砰砰 许平志听见了自己肋骨般的心跳声 见正主过来 传旨的太监 缓缓展开圣旨 朗声道 铜锣许契安接旨 二叔率先跪下 然后拉扯着许契安一起跪 许二叔用力瞪了折一样 圣旨当前 这小子竟还跪得不情不悦 铜锣许契安在 太监汉手 朗声道 奉天承运皇帝赤约 正为治事 以文堪乱以武儿军率容僵实 朝廷之抵住国家之甘成也 许契安连破其案 与云州斩杀叛军两百人 听到斩杀叛军两百人 许契安愣了一下 心说我斩敌数千人的 怎么变成两百人了 接着 才恍然大悟 是牛逼吹太多 吹得自己都信了 特封许契安为常乐县子 赐粮田三十青 黄金五百两 钦此 谢陛下龙恩 许契安高喊一声口号 起身接纸 恭喜了 许大人 哦 是许县子 蟒袍太监笑咪咪道 多谢公公 许契安接过圣旨 顺势递过去一张百两银票 等蟒袍太监带着侍卫留下 许二叔匹首夺过圣旨 反反复复看了半天 明明大字不识几个 却看得认真 看着看着 许二叔眼眶红了 疯绝了 疯绝了 我许家出了一位子绝 他捧着圣旨奔回后院 大喊道 夫人 快写信给许氏族人 许家出了一位子绝呀 我要大摆宴席 摆三天三夜 哈哈哈哈 许契安抱起远景地次的一箱子 黄金和田契 偷摸摸地回房间去 二叔傻不拉几的 圣旨拿有金子重要 把黄金存入地书碎片 许契安返回内院 看见许二叔和二郎再抢圣旨 父子俩差点打起来 许二郎不悦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圣旨是给爹你的呢 许二叔 滚滚滚 许二郎微怒道 我只是想看看 圣旨怎么写 许二叔 滚滚滚 许二郎怒道 爹 把圣旨给我一关 许二叔 滚滚滚 呸 粗鄙的武夫 许二郎拂袖而去 回书房读书了 子绝算什么 他要金榜提名 要中一个状元 不然 家里的风头 都被大哥抢光了 这 真的风绝了 婶婶看着丈夫怀里的圣旨 睁大了卡兹兰大眼睛 他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像是活在梦里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 这还有假 上头有玉玺盖章的 陛下 还赐了五百两黄金 三十清凉田 许平志大声说 生怕别人不幸似的 五百两黄金 三十清凉田 婶婶眼里闪过金色的光芒 大郎 这是真的吗 婶婶怎么感觉活在梦里啊 婶婶拽住许七安的手 许七安甩开 淡淡道 这位夫人 莫要套近乎 叫我子绝大人 许凌月一脸崇拜地看着大哥 气完婶婶 许七安手伸入怀里 摸出田气拍在桌上 说道 黄金我自己收起来了 至于这三十清凉田 婶婶 我为娶妻成家 就劳烦 凌月帮大哥管了 婶婶伸到一半的手僵住 他拿许七安没法子 跺脚气道 许平志 婶婶拿折没办法 只能对丈夫重拳出击 许二叔喝一声 宁业与你说笑的 凌月又不懂这些 许凌月细生戏气说 爹 我念过几年书 也懂算术 而且 管理田地 通常是让府里信得过的 下人在外跑腿 主人只需要管账就成了 婶婶忽然有了危机感 她以前的假想敌 是大郎和二郎的媳妇 如今才发现 许凌月这个死丫头 竟然起了反心 想和她这个当娘的争权 娘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许凌月觉得母亲的目光 灼灼逼人 我不是看你 我是看白眼狼 许凌月 说起关心楼这座建筑 京城 乃至大丰各地人士 对她的印象 无非两个字 高 在江湖人眼里 除了高耸入云 关心楼还是大丰的禁忌之地 因为这里住着王朝 唯一的一品强者 很少有人会去思考 关心楼弟弟 是一个什么地方 渣渣渣 幼暗的弟弟 铁门缓缓升起 一道蜿蜿的石阶 伸向弟弟 每个十个台阶 墙壁上就有一盏油灯 散发昏暗的光芒 哒哒哒 寂静的空气里 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 脚步声渐渐清晰 一道黑影从地底 顺着台阶走了上来 黑影披散着头发 遮住了脸颊 套着简单的麻色长袍 赤着脚 行走时 胸口偶尔凸显出的饱满 让人意识到 她是个女子 而且 是胸有勾壑的女子 我距离四品阵师还差一些 老师怎么把我唤醒了 黑影喃喃自语 她抬头看了一眼 台阶镜头 门外无数光芒潮水般倾泻下来 那是久违的阳光 踏出铁门 黑影站在寂寂无声的厅里 闭着眼 张开双臂 拥抱阳光 她五年没有出事了 一直被监政老师 镇压在观星楼底 穿过一楼的廊道 劈头散发的女人 设计而上 行至二楼 登登登 脚步声从头顶传来 一鸣举着托盘 盘内摆着瓶瓶罐罐的 白衣术士走了下来 两人打了一个照面 白衣术士身子疏地僵住 她脸色也一点点苍白了下去 像是看见了极为可怕的东西 大概有个三四秒 白衣术士转身 仓皇地逃走 劈头散发的女人出于善意 连忙提醒 失地 慢些 小心滑倒 话音方落 白衣术士脚底突然打滑 咕噜咕噜滚了下来 顺带着把女人撞到 两人一起咕噜咕噜地滚下楼 砰砰 托盘里的瓶瓶罐罐摔得粉碎 弥漫其五颜六色的尘雾 救 救命 白衣术士脸庞血色上冲 逐渐转为青黑色 她掐着自己的脖子 艰难地说 这 这是 宋卿师兄 练 练的毒药 女人捂着自己的脖子 艰难说 师姐没带解药啊 解药就在里面 白衣术士似乎不能动弹 眼珠子死死盯着某个摔碎的瓷瓶 盯着地上的药粉 在女人的帮助下 白衣术士服下解药 连滚带爬的下楼 来到一楼大堂里 朝着主要炼药的白衣术士们 大喊道 终师姐出关了 哐当 白衣术士们手里的瓷瓶 勺子等器具 摔落在地 她们僵硬地扭动脖子 面孔呆滞地望过来 劈头散发的女人 继续射击而上 路过七楼 七楼的炼丹房轰得炸开 地板和墙壁晃动 速速掉灰 怎么炸了 怎么炸了 宋卿的怒吼声传来 女人置之不理 继续登楼 终于来到了观星楼顶 八卦台 白衣白胡 先锋倒鼓的坚政 盘坐在暗后 捏酒杯 望着远方愣愣出神 老师 女人恭敬地喊了一声 目光落在珠岸上的美酒美食 钟里 你晋升四品的契机到了 坚政悠悠道 女人身子一颤 微微抬起头 露出雪白尖俏的下颌 大奉的异性爵位分五等 公 后 脖 子 男 每一等爵位 又分为五个品级 等级 许其安的爵位 全称是三等长乐县子 这是一个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爵位 也没有什么实权 只是多了一笔岳奉 不过爵位的意义并不在权利 而是他所象征的荣耀 以及社会地位 金榜提名 位列庙堂 就算贵族了吗 不是 这样的权势 只是一时 真正永绝平民 积身贵族阶层的象征 是世袭网替的爵位 当然 许其安的爵位 无法世袭网替 但至少有他一日 许家就是贵族 再不是平民了 以后 长乐县子 要是娶一个平民女子为正妻 给世中 就会上折子弹劾她 满朝文武会说 是公主不香了 还是郡主不漂亮了 竟娶一个平民女子为妻 总之 许家几百年来 头一次出了子爵 彻底摆脱了名户 积身为贵族 对于一家之主的许平志来说 大概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当天就带着许其安 去祖坟上香 回来之后 打算广发情帖 大摆宴席 邀亲朋好友 来府上喝酒庆祝 但婶婶觉得不妥 说 后日便是春围 这样会影响到二郎读书的 是啊 后天便是春围 逾越龙门的头等大事 在家中大摆宴席 必定会影响到二郎读书 许平志觉得 妻子说的有道理 于是让许二郎搬去外城老宅 好好读书 酒宴不变 许玲音觉得很赞 许二郎骂咧咧地退出直播间 带着一名下人 一个丫鬟 屁颠颠地回老宅去了 上香回来 许其安大方的拨款白银70两 作为明日酒宴的经费 70两已经很多很多 是普通英识人家 不吃不喝三年的积蓄 是勾兰两年的嫖资 是许其安现在一年的工资 回来这么久 还没去过横远大师的养生堂 我得送些钱去救济观寡孤独 许其安从方头柜里 翻出五千银 打算去低价白嫖横远的炼体功法 突然 坐在床边的他 脑海里响起神书和尚 低沉飘渺的嗓音 离开京城 离开京城 什么意思 许其安神色严肃 神书和尚从来不主动与他交流 默默沉睡于体内 现在却让他离开京城 是京城要出事了 还是我要出事了 种种念头闪烁间 他眼前看见了灰蒙蒙的世界 薄雾一般的灰色散开 一座破旧的寺庙出现 庙门口盘坐着眉目清秀的神书大师 这位来历神秘的和尚 双手合十打坐 褐色的双眼温和地望来 声音飘渺 离开京城 第三十章 预言诗 许其安从云州复活回来 立了宫 封了爵位 与林安和怀庆的关系 突飞猛进 打个人那边 魏冤也承诺 提拔他为迎锣 不管是前途 前途 意或者是情场 都在稳步提升 可以预料 再过几年 出任公爵 迎娶公主 走上人生巅峰 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京城自古繁华 物资丰富 医疗水平 社会福利等等 都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 人就是喜欢往繁华的城市聚集 许其安也不例外 当年他也北漂过的 不是没办法 他不想离开京城 大师 你这是为难我胖虎啊 许其安就没问到 大师 为何要离开京城 神书和尚测了测头 望着某个方向 我能感觉到 西方教要来了 西方教 许其安正了一下 才意会到 神书和尚说的是西域佛门 对了 桑博暗时 青龙寺的盘树僧人 得知神书大师脱困 当即便离寺西行 这么说 佛门的人过来兴师问罪了 难怪神书要让我离开京城 万一给西方的大光头 发现神书在我身体里 我可能真的会被 压在五指山五百年 而我没有齐天大圣 那根又粗又硬的定海神针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明让我暂离京城 许其安脸上露出一定的忧虑 神书和尚缓缓点头 好吧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对了大师 听说佛门有神奇的炼体法门 无需锤炼体魄 便能修成金刚不坏之身 能不能教我 赶紧先绝取好处 神书和尚摇头 我只是一个残魂 你是不是残魂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你想白嫖我 许其安嘴角一抽 薄薄的雾碍合拢 包裹住破旧寺庙 而后渐渐淡化 小诗 许其安睁开眼 回到了房中 自己正姿势不变地坐在床头 不用想也知道 西域佛门是为神书和尚而来 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 他们顶多看一看卷宗 了解一下案发经过 不可能会在京城待太久 那么 我离京只是暂时 甚至不需要太久便能回来 许其安微微点头 这样的话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当是放个假 休息休息 去一个富饶的城市 过几天有钱人的枯燥生活 反而是请假条不好写 无缘无故地离京 衙门制度不允许 而且 魏冤也离不开我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肯定会被驳回 老魏不懂我的梗 对了 找金莲道长商量 让他随便 为了想个理由 比如地书聊天群里 某个家伙遇到了麻烦 需要我支援 许其安打算找金莲道长商议 就说 自己想离京一段时间 但打更人衙门制度森严 等先离不开京 主要是得给魏冤一个过得去的理由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有些事要收尾 比如参加明日的酒宴 比如要交代一下狱卒 看好那对夫妇 二郎春围后能不能留经 全靠他们了 再比如试探一下魏冤 打算怎么报复陈贵妃 扶妃案虽然结束 可两子算是结下了 魏冤要查陈贵妃背后的势力 绝对会有后续动作 而皇后失去了唯一的胞弟 恐怕不会在佛系下去 远景帝后宫 势必展开一番女人之间的腥风血雨 许契安关心的是 他们的战火会激烈到何种程度 他可不想京城回来 听说陈贵妃没了 或者皇后轰了 倘若如此 林安和淮沁便将视如水火 做不成姐妹 他许白嫖大明湖畔三人形的美梦 差不多就破灭了 这时 一名下人来到门外 喊道 大郎 思天剑的彩薇姑娘拜访 他来做什么 许契安回应道 知道了 让婶婶先招待他 我稍后过去 他把日记 银子等私密物品 收入地书碎片 为离开京城做准备 确认没有见光死的物品遗漏 这才松口气 出门去见楚彩薇 客厅里 楚彩薇一手一块马蹄膏 飞快地往嘴里散 那狼吞虎燕的架势 仿佛有人跟他抢吃的 确实有人跟他抢吃的 他对面站着许林安 一手一块马蹄膏 飞快往嘴里塞 那狼吞虎燕的架势 就是为了跟楚彩薇抢吃时 两人之间 摆着七八种糕点 种类丰富 量也不少 楚彩薇今天拎着一大包食物 来许府 边吃边等许契安 突然 一个小小的孩子 不知何时出现 眼巴巴地看着他 大眼每人还记得她 是许宁燕的妹妹 一个很能吃很馋的小孩 想吃什么自己拿 姐姐这里有很多 楚彩薇记得自己 是这么说的 最开始 大小吃货能和平共处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其乐融融 可是 吃着吃着 楚彩薇忽然发现 这丫头吃得比我快啊 不行 太吃亏了 我也得吃快些 许林一看 这个姐姐突然吃得快起来了 明显是要和我抢吃的嘛 不行 太吃亏了 我得吃得再快些 全程没有一丝交流 但吃货之间的战争 迅速进入白热化 整场战役的开始到高潮 用两个字形象概括 欧拉 欧拉欧拉 欧拉欧拉欧拉 欧拉欧拉欧拉 许契安来到后厅 看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喂喂 不能这么吃 许契安看了眼 小豆丁圆滚滚的肚皮 把她拎到一边 左顾右盼 我婶婶呢 婶婶不在厅里 估摸着是安排明日的宴席 不然肯定不会让小豆丁 这么个吃法 大哥大哥 马蹄高真好吃 许林一奋力挣扎 表示很着急 这么眨眼间 那个姐姐又多测了好几块 吃不死你 许契安指了纸桌上的糕点 没好气道 快收起来 收起来 采薇姑娘有何贵干 她猜测楚采薇是来找自己玩的 复活之后 她一直忙碌着调查浮飞案 有个半循没和她见面 凭我现在巅峰的颜值 她惦记着我的美色也不奇怪 许契安笑了笑 老师让我来请你 去观星楼做客 楚采薇说着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把剩下的糕点重新打包 装进腰间的鹿皮小包 坚政请我去观星楼 许契安暗暗皱眉 不过没有太大的抗拒 坚政在第几层 许契安估摸不出来 但她在第几层 坚政心里面而清 两人结伴出了许府 各自骑着马 向观星楼而去 那些糕点 是武师姐托我买的 结果被你家妹妹吃了一大半 楚采薇握着马江 目视前方 娇声道 许宁燕你得陪我银子 谈银子伤感情 咱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银子 能衡量的 许契安一家马富 道 别让坚政大人等久了 驾驾驾 马儿 快他妈跑起来 到了四天见 许契安就当作糕点的事 从没发生过 根本不等出彩威 轻车熟路地进了楼 咦 今天四天见怎么如此冷清 一层大堂 空荡荡的 只有零星几名医者职守 表情也不太对 时不时地往楼梯口看 生怕会有怪物下楼似的 听到许契安的话 门口一位白衣医者回答说 许公子 他们都跑医馆坐诊去了 今儿什么日子 许契安问 白衣医者善善然一笑 没有回答 许契安一头雾水的灯楼 到第七层时 发现炼丹房被炸了 平日里异常活跃的炼金术师们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顺利抵达八卦台 首先看到坚政的背影 穿着白衣 白发披散 坐在八卦台边缘 面朝着楼外 接着 他看见坚政身边 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套着简单的压麻袍子 扶案吃喝 之所以判断出 他是女人 主要是在男人趴着时 勾勒出的屯形 不会那么锋满魂远 见过坚政 许契安远远停下 抱拳问候 不错 根基很扎实 坚政点评了一句 这时 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 楚彩薇裙摆飘飘 拎着几袋糕点上来 他把糕点放在桌上 推给扶案狂吃的女人 女人侧头看了一眼 说 小孩吃掉了 楚彩薇把锅甩给许凌英 女人点点头 继续吃着 五师姐 这个时候 许契安才回过未来 想起了曾经与魏冤的一番交谈 坚政有五位弟子 其中五弟子常年闭关 不了解四天监的 都认为四天监只有楚彩薇一位女弟子 就是他呀 许契安心想 这时 坚政唇厚的声音响起 这把刀用得怎么样 很好用 多谢坚政大人 许契安公声道 同时在心里付匪 这把刀不就是为我的天地 一刀斩量身定制吗 这不都在你的算计中吗 竟说一些废话 脱胎完效果如何 坚政又问 非常好 许契安斟酌道 就是容貌大便 给我造成了些许困扰 不如我以前那般温润如玉的低调 这样啊 坚政点点头 笑道 我可以帮你恢复原样 啊 这都能变回来吗 许契安有些呆滞 连忙摆手 不敢劳烦坚政 其实 做一个天生励志难自弃的男人 才让我更有代入感 在坚政面前 他不敢说骚话 只能在心里疲异下 坚政缓缓点头 说道 忠理是我五弟子 无品预言师 他会随你历练一段时间 楚采薇一愣 看了眼尖正 又扭头看了眼许契安 原来数是五品教预言师 可是 为什么要随我历练一段时间 许契安试探道 辈子能知道原因吗 奸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喊了一声 钟礼 穿压麻长袍的女人起身 朝许契安失了一礼 道 老师你说运气不错 跟着你 我的厄运会一定程度的降低 你就是我的机缘 声音倒是挺悦耳 挺好听 许契安盯着他的脸猛看 但他微微低头 披散着杂乱又浓密的头发 完全遮住了脸 恶晕 他反问道 钟礼措辞片刻 诚恳回答 预言师能窥探天机 遭天道反噬 厄运缠身 只有扛过三千六百节 才能晋升 看不过 则生死倒消 但凡能扛过天道反噬的 都是有大气韵的人 听了钟礼的解释 许契安首先想到两件事 第一是终于明白 为什么四天见六品练金术师 辣妖多 而六品之上 他只见过一个杨千焕 第二件事 碧王居然是有大气韵的人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预言师能窥探天机 嗯 这是天机师的前置职业 许契安好奇道 天道反噬 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我得评估一下 所谓的反噬有多可怕 毕竟 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铜锣 他预料的没错 坚正是知道自己身上古怪运气的 钟礼想了想 说道 祸从口出 有时候我无意中的一句话 会转化为实质性的灾祸 牵连身边的人 包括我自己 有时候 一个无意中的举动 也会招来难以预料的灾祸 且大小无法控制 可能只是后退一步 就招来生死大劫 说着 他想真心地后退了半步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意外发生了 堂堂一位无品强者 竟然脚底一滑 从八卦台摔了下去 摔了下去 救人啊 许契安脸色大变 本能地喊了出来 观星楼高达百米 这种高度跌下去 就算是许契安自己 没到铜皮铁骨精的话 都必死无疑 而术师的体魄很一般 远远无法与武夫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 许契安的脑海里 不受控制地飘过一句歌词 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 伤害还那么大 坚正叹口气 叹出了宽秀之下的手 轻轻一抓 坠楼的钟里被抓射上来 躲过了坠楼身亡的命运 他低着头 黑发披散 与其很平静 其实 如果有准备的情况下 即使从观星楼跳下去 我也不会受伤 但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脑子一片混乱 没有任何自救的念头 嗯 如果是别人出手 帮我摆平厄运 他是不作效的 只有自己亲身挨过考验才行 所以 就需要我这位欧皇 来帮助你这位飞球 把厄运降到最低 许契安恍然点头 明白了坚正请他过来的真正原因 抱歉 许契安摇头拒绝 我竟然要离京 有钥匙处理 不方便带着人 突然 一杯酒隔空飞到他面前 许契安身手接过的同时 耳边响起坚正的传音 喝了他 不必离京 坚正知道我 为什么要离京 他果然知道 神书和尚在我身体了 酒是普通的酒水 他打算怎么帮我 许契安引进杯中酒水 有了相应的猜测 屏蔽天际 术式的拿手好戏 与京城相隔万里之外的云州 白地城外军营 飞燕军的军杖中 李妙真吞下了青甲 收起了银枪 换上天宗的盗袍 一如他当初下山时的模样 指人苏苏指挥着一众鬼魂 帮忙打包戏软 传结石